你没想过吗 万一你这个鬼门关没有走过去 我想过 我当时写了一封遗书 但没有人知道 遗书里写了什么 如果我这一次没有挺过去的话 我希望先生和父母能把女儿好好的培养大 去跟他讲妈妈的故事 希望女儿能做一个勇敢的人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然后我也希望我老婆能够 未来遇见一个特别好的女士 前提是要比我优秀 才可以结婚 一定要把女儿好好的抚养大 另外要孝顺我父母 一辈子 真的很感动 很感动 生孩子很辛苦 但是生完是不是恢复 也是非常地艰难的 我生完孩子那五个夜的时候 就复发了 复发了有 趁不顿心无力的话 熬夜是大气 感冒是大气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对 我每天晚上起来三次未来 然后基本上没有办法睡觉 然后到五个月的时候 彻底崩溃了 120把我拖到医院 我用第二天把医生就给我下了 电位通知说 就告诉家里 如果我今天晚上 这一夜过不去的话 可能只要家里 准备准备后面的事情了 当时我们家好多亲戚都来了 以我妈为首的阿姨团们 就在我的房地里面放声 放空 我躺在床上 啥也动不了 眼睛也睁不开 所以我那时候特别平静 我听不见外面哭泣的声音 那个世界只有我自己 我在想 这么多年了 我熬得也挺辛苦的 我用这一次就算了 就这样 平静地离开了 也挺好的 因为我每一天靠住 每一天这样 除了我自己也很累 我才想着想着 然后门 哼又开了 就有人在喊我 他说 汪婷汪婷 你睁开眼睛 你看一下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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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